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每一位 如果在前面的话 旁边看不见就看到 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了 阿们 谢谢 那今天下午我们要进入第四堂 我们现在是1点25分 大概是2点半以前我们会结束 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么大家的时间可以掌握得住 我们已经讲了教会是什么 第一天我们讲了教会是家庭 第二个教会是军队 第三天今天早上讲教会是医院 今天下午讲教会是学校 好了 我比较要紧的不是教会是什么 乃是说你的定位是什么 你的定位是什么 我的定位是什么 好 如果教会是这个 如果教会是这个 家庭我们是什么 家人 请说我是家人 如果比较成长的我们叫做家长 家长就有理由去照顾那些比较年轻的 如果教会是第二个 教会是这个呢 军队 那你就是基督的精兵 精兵里面又在分比较进步的 就是少将啦或者这个上校中校少校啦 然后呢要去得地为业 军队的目的就是得地为业 家庭就是提供一个爱的环境 让弟兄姊妹能够很成熟的成长 而军队最主要的是得地为业 请说得地为业 就是把对方的地呢 抢过来 就像魔鬼呢 要一直要侵害人 魔鬼要伤害人 现在我们要进到魔鬼的范围里面 去把他里面的人抢都过来 第三 早上讲 教会是医院 教会是医院 当然 我们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医生了 当然有来到教会的 我们就给他医病 现在今天第四 就是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学校 请说教会是学校 我做了一个调查 访问了差不多有两千个弟兄姊妹 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 非常热心服务的 热心爱主的 你猜猜一个义工 就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不断地服侍神 他希望得到什么 我再问一遍 我访问了两千位弟兄姊妹 我问他 你现在在教会服侍 很热心的服侍 有做小组长 有做组长 有一些做领唱等等 我问他 那你究竟希望教会给你什么 你希望从教会得到什么 各位听得懂吗 你知道百分之九十人的回答 是什么呢 先问这个蔡璋老师 你在教会很积极服侍 你要什么呢 你本身希望教会能够提供给你什么呢 爱关心 请说这个有答案的 阿林不在了 阿林带小女儿回家了 OK 来 想一想 来 我们来童工 肯定自己 OK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带给世界更平安 博士 猜 讲错没关系 生命的满足感 OK 做健身的姊妹 Sense of belonging 那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对的 可是并不是majority 最多人的回答 你知道最多人的回答是什么呢 你会非常的压抑 他们希望教会提供 很多的属灵的知识给他们 使他们不断的成长 请说成长 因为他们觉得在服侍的时候 他不要服侍成为一个死损 他希望这个服侍不断的成长 你看他刚才讲的那些 特别被爱 被肯定 有归属感等等 这些都是说 如果你越服侍 比如说刚才我们的两位姊妹领事 那另外两位姊妹在哪 一位在这里 还有另外一位呢 在那边 你问了 你们想 如果有一个专家 来教你怎么领的更好 你喜不喜欢 他们要的是这个 就是不断的提升 原来义工啊 就是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的 他们不要求名 不要求利 他们也已经有爱在里面 没有爱他没有办法去服侍嘛 他也觉得这个教会是属于他 他才在服侍 所以我一直以为说 给他派派肩帮 给他鼓励 给他还有一些教会叫做appreciation 就是每年办一个庆祝到会 把很多的礼物送给他们 他们说这些都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 教会不断供应我新的需求 也就是说 现在赶鬼了 有没有最新的赶鬼的这种的模式 比如刚才自明牧师说 朱牧师一定为我祷告 让我能够打开蜀林的眼睛 刚才那首诗歌就是说 打开我蜀林的眼睛 所以呢 我们就要提供 教会一定是一个什么呢 学校 请说学校 如果这位是学校的话 他就提供很多很多 属灵的知识 属士的知识 甚至我们过去没有想过的 因为每一个服侍者 都有一个心态 希望不断地进步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服侍的人 有服侍的摇手看看 那个蔡张老的女儿 有没有服侍啊 有没有参与服侍 你有没有参与服侍啊 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他说这样 他说这样有 我不知道有还是没有 爸爸跟他讲好了 他有没有服侍 有 不是什么 叫那个钢琴 就有服侍 他喊着我 像印度人呢 有吗 他说叫钢琴 很好 如果说我请我儿子来教你 最新的那种最有恩高的谈情 好不好 你看 每一个最盼望的 就是他在服侍的方面 能够更加的提升 所以我们教会要不断地要想怎么样帮助每一个部门不断地提升 提升有很多的方式 第一个是透过个别的指导 让他里面的潜力潜能发挥出来 而第二个就是教会要提供不断地新的课程 那给他们不断地学习 好 我们来先把这个讲义先看完 看完以后呢 让我们知道教会应该是学校 但是我先讲完 教会不应该是学校而已 因为学校只是学了知识而已 等一下我讲到 我们在学校里面究竟要学什么 今天下午我一定要讲两个 一个讲喜乐 一个讲信心 就是我们从我们学到的东西里面 要很清楚地要进一步地了解 那 刚才我讲过呢 这个学校呢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一个定位 我问各位 在学校里面定位只有两个 不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是老师就是学生 所以我们应该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我们先谦卑 我要做学生 有一间教会 就是康熙牧师的教会 他每年起码请二三十位 顶尖最好最好的讲员 去到教会讲道 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 你要请这些最顶尖的教会的牧师 而且是各行各业 那些最顶尖 就是说在某一方 比如赶鬼的 这个医病的 或者是这个什么 一定要请到他教会去 而且他付很好的 这个讲员费啊 邀请这个讲员去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的教会要成长 因为他说 我个人只是在某一方面有专业 可是如果我想 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万人了 这些弟兄姊妹也来着不同的地方 如果全部只听我一个人讲道 他们会局限在某一个部分 可是他听这个博士 听这个专家 听这方面 哇 他们就开始有不断的提升了 所以呢 他说我说提升了下一步呢 如果没有办法再有这些很好的讲员来呢 康熙牧师跟我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希望就是 当这些老师来了 他教完我们以后 我们这些学生成为老师 现在你知道我讲什么了吗 原来我们来开课程的时候 我们同时就会训练一些人呢 做将来的老师 感谢主 也就是说今天里面 老师在教会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发现 对不起啊 我讲这句话是比较重的 一般的教会 一般的教会 只满足于过去 所听过的 而且一直觉得 哎呀 我们听的是最好 那我没有说不对 我们所学的都是最好 所听的都是最好 可是我们的神 是不断行心事的神 也就是说 他就好像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我讲我自己好 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十年前 我的秘书告诉我说一句话 他说朱牧师 你一定要学电脑 你知道我台上讲什么吗 我是老忙 老忙啊 就是电脑我是完全不会的 我一讲完那边道以后 下来起码在我们教会 有十几位高知识分子 他跑来脸色凝重的 来对我讲这句话 他说朱牧师 我警告你 用警告这个字 他说电脑已经成为 日常的所需 如果你不碰电脑 你还用你的人脑 你还用你的记忆力 你不用电脑 成为帮助你的工具 你迟早会被淘汰 你会被基督教所唾弃 我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我只要记这本圣经 因为保罗说 我不传别的 只传耶稣基督拼 他所钉的手指甲 他就慢慢 修给我看一个东西 我就被说服了 他说你看 你要看一节圣经 要找十几本的版本 放在这里 一本本翻 你看你浪费多少时间 他说你来 过来过来 用你的手指 一按 十五个版本 英文的 希伯来文的 希腊文的 中文的 什么文的 一分钟 竟然把我找了半个小时 有时候找不到那个经文 找不到那个翻译本 还要到处买 还要到处问人家借 可是他现在 一分钟一按一个键 都不处出来 我开始明白 我们不是被电脑控制我们 管制我们 我们是要用电脑 阿们 可是我还是不会啊 于是我非常谦卑 去找我的童工 他开那个电脑班 教我们怎么开机关机 怎么样的做最简单 那个时候还是TOS 有学过DOS吗 那时候还DOS 我跑去学DOS 学完以后 我说太难了 学完以后全部玩光光 过了几年 我的秘书很好 他买了一部 第一部出来的Laptop 台币差不多10万块 就是马币的 差不多1万多块 他买了第一部 台湾租了很轻巧的Laptop给我 我一直里面有一个拘抗感 我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冰他的十字架 除了耶稣以外 我不知道别的 所以我这里面 有一个拘抗学习的态度 只等到我那部电脑 一直没有用 到有一天我拿起来的时候 那个旁边 已经过了三年了 旁边那个开关 因为长久没用了 已经生锈 一打开 咯咯咯咯咯咯 我没有开过两次 那个坏掉 所以 后来我是怎么样通定事通 当我到国外 国外讲道的时候 他们说 朱姆斯 朱姆斯 我要跟你联络 怎么联络 我说这是我的地址 写信给我 他说现在还有人写信啊 你的email是什么 我说 What is the email 他哈哈大笑 我去了法国 我去了巴黎 我去到这个比利时 去了欧洲 去了卢森堡 他们全部跟我说 我怎么跟你联络 我说写信 没人在笑 我说有那么严重吗 赶快我回来 赶快跟我的这些的秘书来学用电脑 很快 现在我已经开始用ipop 也就是说 也是对ipop 也是对我一个有些难阻 因为我们过去用惯那个 用惯那个一般性的电脑 哇 现在出这个苹果电脑 就是那个 我们就觉得 哇 样样都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就一点排挤 后来我还跟人家说 这个ipop啊 都是那些玩电动玩具的人才玩的 只等到 我有一个会友 我有一个童工 我生日那天 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我 但我开始一摸 哇 比原来的电脑快十几倍啊 哇 一按就开机啊 哇 一按就出来啊 哇 一按就 哇 那个字还可以放大 让我老话也最要放大字 我说真的很好 我说怎么会那么奇特啊 那个我字的要怎么找 我那些一拉 会该拉不下去 各位今天懂我讲什么吗 你知道我们里面都有一个 拒绝学新东西的障碍吗 为什么 因为当有个新东西来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说 你已经落伍了 你已经追不上了 当你在学这个新东西的时候 就会花很多时间 要看说明书 哇 要 所以你等一下谁要ipop的 请你再叫我一下 我才用ipop三个月而已 还有很多东西 还是不能懂 那好像我去了旅馆就不能用了 因为旅馆是要插那个有线 哎呀 我怎么插 我插不进去 就没有 所以要构置什么东西啊等等 我有一个决心 我一定要学会它 一定要学会它 因为它是带给我方便 能不能说阿们 感谢主 如果有一天 我不是开玩笑 我已经60岁了 我说如果有一天 我去到一个地方 要用飞机来传福音的 比方阿拉斯卡 不是很多小岛吗 我一定要学开飞机 如果一定要用游艇 比如说印尼 它是千岛国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学游艇 我开始 虽然我60岁了 我要告诉我自己 我不但要做学生 我做好学生以后 我要做老师 我要教别人 我要丰富我的知识 能不能说阿们 见各位清楚了吗 感谢主 好 我们来看看 神的话怎么说 教会是学校 第一点 教导事工的必要性 来 我们来读第一点 主耶稣主要的事工之一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 请 给他一个麦的声音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各位看到吗 耶稣走遍 请说走遍 什么叫走遍 每个地方都走够了 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什么人 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耶稣基督做三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 耶稣做哪三件事 第一个 教训 第二个 传福音 第三 医病 有没有看到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今天刚才讲 教会是医院 答对了 我们做了 可是呢 教会也应该是什么 传福音 教会是家嘛 去得军队 得地为业 把人带领 三分之一 可是另外三分之一 就走吧 耶稣三分之一 走遍 请说走遍 请说走遍 所以你看 耶稣一直走 一直走 每逢去到 这个会堂 就教导 教导跟讲道 是不同的 讲道 是挑望 讲道 那个 preaching 那个宣讲 是挑望 教导 教导是 有系统的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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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导 OK 好 我们再看下去了 来看 路加福音 四章十五节 请 他在各会堂里 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所以耶稣在耶路撒冷的 会堂里面 教训人 第二 神在教会中 赐下什么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我们来读 罗马书十二章 第七节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呢 就当专一教导 就是说 我问各位 这里有教导恩赐的 请举手 有教导的恩赐 你看 只有阿命牧师 你没有吗 算得去啊 你要不要对自己 有自信 要自信 我是有教导恩赐的 什么叫教导恩赐呢 把一个很深很深的真理 可以用很浅很浅 让人家明白 这个叫教导恩赐 没有教导恩赐 一个很浅很浅的东西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还是不明白 教导恩赐是今天教会 非常重要 等一下 我又为了追求 教导恩赐的祷告 好不好 教导恩赐是教会 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 好了 我有很多东西要讲 先把这个用得讲完 好 以为所书第四章十一节 在教会里面 上帝设立了教师的职份 请说教师的职份 来 请读一位所书四章十一节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你看 这里有教师 请说教师 如果教导的事工不重要 神为什么兴起这五大职份呢 使徒是去建立教会的 先知是指导我们方向的 是了解神的心意的 传福音是打仗的 得地为业的 教牧师是家庭的家长 是爱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教师 那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来 好吗 拿出手来 第一个是什么 使徒 请往上说使徒 使徒是最重要的 使徒兼具有 传福音 那个 那个 先知传福音 牧师教师的功能 你看 这个使徒兼具有四个功能 OK 使徒最重要最大 对不对 然后第二先知 请说先知 什么的先知 指引人家道路 还有告诉人家 要往哪里去 对不对 告诉人家的罪 第三 你看 这个第三只手指 是五只手指里面 最长的 叫什么 传福音的 然后结婚又戴这里 你知道我为什么 没有戴戒指呢 你有戴吗 有 你知道我为什么 没有戴呢 因为常常跟人家握手 握得我快断掉 因为那些外国人 我要这样 他说 我说 所以我现在不戴 不是我不爱太太 但是我不敢戴 我戴出来 让我每天跟好多人握手 有些很热情的 好像那个拆张的手 好大的 一握 我整个晕倒 很谢主 最后是什么呢 教师 为什么教师这个呢 来来看 把神的话怎么样 教导到人家的耳朵里面 Amen 所以教师是非常重要的 OK 我们再看下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教导事工的三大范畴 哪三大范畴呢 请看到我 第一个 知识 请说知识 什么叫做知识 就是你学一些的道理 学一些的理论 叫做knowledge knowledge 这个字是诸诺 知道 要知道 比如说 过去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地震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sulami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海啸 后来发现 哇 印尼那一次 很厉害的海啸 对不对 哇 这个水箭出来 原来我才明白 所谓的海啸就是 当那个海底啊 有这个地震的时候 海底地震 就引起一个震动 那个水啊 因为是 因为那个地震在水里面 不是在路上 在水里面呢 就使那个水呢 能够引起很大的震荡 所以震荡的时候 它就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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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震过去 就成为sulami 噢 这个震动好厉害的 它就那个震动 它把那个威力啊 比如那个震动 比如是这一次 日本的地震 我刚刚看网络 它说等于7.5亿 那个桶的石油 桶石烧那一种的力量 现在这个力量 推动着那个水 噓 哇 一去到海岸 它就进去海岸里面 把所有无间不吹啊 包括你是 石头的房子 木头的房子 什么都一直吹 吹过去 然后回来 噓 全部拉到水里面去 这个叫秩序 很多人只学知识 知识是不够的 第二个 要把这个知识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这个叫做生命 请说生命 我们的被教导的目的 就是有知识 有了知识 我们开始要学习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品格 第三 我们更重要的 有了知识 我们还要懂得 我们用我们的知识 我们叫做技巧 请说技巧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三大的范畴 第一点 预备 请一起读 就是什么呢 知识 请说 知识 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真理 好 我们来读 使徒行为二章四十一 四十二节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 就受了喜 那天 门徒约天了三千人 都横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拨柄 祈祷 你看 他们同心 横心遵守谁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 使徒很耐心的 慢慢的教 OK 我们再看下去了 题目的前书 四章第六节 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 在真道的话语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得了什么欲 教育 原来我们的黄牧师呢 是最擅长教育的 因为他学教育的 所以呢 教会这一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真道教会 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就开始规划 要怎么陪他 读圣经 陪他读东西 认识耶稣 一直到 会训练到一个神学博士 我再说一遍 从一个人 完全没有信耶稣 我们可以给他 规划课程 怎么陪他读 一直规划到 神学博士 还有一个小孩子 我们可以呢 每一个小孩 我们现在每一个小孩 设计了好多的课程 第一个课程 就是认识圣经呢 第二个叫做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 第三就是 我们看下去呢 就是所谓的知识的教育 还有技巧的教育 题目的后书三章 十四四五节 接着是讲知识的情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 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 你是从小 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耶稣 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明白圣经 请说明白圣经 再说明白圣经 再说明白圣经 好 现在我讲一句 非常重的话 请各位听听看 我用中文把它翻译 你知道全世界的人 都用什么来成为 他的思想模式 mindset 叫做思想模式 请问全世界人用什么 成为他的思想模式 教育 你受什么的教育 你就会形成你的思想模式 你是受高等教育 所以你的思想模式 就根据你的教育 懂得思考 逻辑 如果你受 比较不是很多的教育 你就会 你的价值观 就是跟随 这个属世的 那些肤浅的价值观 比如很简单 人家问你 明天要不要去 做这件事情 你马上 你的思想逻辑是怎么样 我明天做这个事 对我有没有益处 对我有没有好处 有益处 做不做 做 没有益处 不做 大死都不做 有没有 那我们就以金钱 以对我有没有好处 来衡量 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可是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读圣经 来接受基督徒的教育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 要去懂知识 乃是要改变 我们的思想 模式 请说 改变思想模式 预备 请 改变思想模式 那用什么来改变 我的思想模式呢 举个例子 现在我做这个事 我不会问我自己 我做这个事 对我有没有益处 我先不问 我先问 因为耶稣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什么而行 荣耀神而行 对不对 所以当我要做这个事情之前 我马上说 主啊 我做这个事 有没有荣耀 你的名 好了 如果这个事情 荣耀你的名 第二个 圣经说 凡事都可行 不一定有一处 不一定能够什么人 造就人 我就马上想 这个事情能够荣耀神 第二个 我能不能使我有 使别人得一处 如果又荣耀神 又使别人得一处 做不做 可是对你自己 很大损失 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你会花很多精神 做不做 做 所以我们的思想模式 开始被神的话 所改变 耶稣说 今天早上我听到 秦牧师一个祷告 他说 这世界有苦难 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有平安 当我们突然间 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请问 这个现在日本 差不多已经有 一千人死亡 那么差不多有一万人 先失踪了 可能这是一个 最起码的一个数字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其中会不会有基督徒 会不会有基督徒 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 有没有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当我们面对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 进行我们的思想 所有的家人 失去的家 失去他的丈夫 失去他的孩子的时候 第一件事埋怨神 对不对 他们说什么 上帝啊 为什么我信你那么久 你把我的孩子 现在好像失踪了 不见了 做什么 有没有 是不是正常 怎么正常 可是如果你经过 诏域 经过神给你的训练 你知道 在世界我们有 苦难 这个苦难 我们必须会有的 要么活在一个 不完整的世界里面 现在来了 现在我已经遇到苦难 我要怎么样 接着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面得 平难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原来我们的思想模式 不再是以属世的那个价值观 我们学习的目的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成为 Let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change our mindset into the word into the core value of god 按我们的思想模式 进入神的价值观的里面 阿们 就是神喜欢的 我喜欢 神要的 我要 神重视的 我重视 那么是阿们 好了 这些讲的比较深一点 可是呢 还是要讲深一点呢 OK 第二个 请读 第一个是知识 请说知识 第二个是什么呢 生命 请说生命 生命是包括什么呢 请 属灵品格 价值观 为人处事 这是刚才我讲的一些东西了 请看 提拉扫罗一家前书 第一章第五节 请 因为我们的福音 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 是怎样为人 我们在你们那里 就是保罗在 这个帖撒罗一家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 是怎样 什么人 为人 请问耶稣在地上 有没有给我们成为一个榜样啊 有 原来 请各位永远记住这句话 我们的品格 远远超过 就是 上帝看中我们的品格 远远超过 我们为他所做的 请跟各位两个人讲这句话 神重视我们的品格 重视过我们为他所做的 来 跟各位的两位讲讲看 听到中话讲什么吗 God emphasize our conduct rather than what we have done for him 也就是说 我们以为说 最重要我要 我为主做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神不在乎你为他做什么 神在乎你的 品格 神在乎你的品格 过于你 比如说你领事 对不对 你领事 你很好 可是你结婚了没 如果你结了婚 回家天天打老公 打完老公再来领事 上了情愿你 不要领事 不要打老公 你听得懂我讲什么 听得懂吗 你结婚了 这里听得懂 他有没有打你 你打他 哎呦 哎呦 那也不可以 不可以 哎呦 没有打了 很清楚 所以听得懂了吗 可是我们发现 今天呢 我们以为说 我要为主做工 我坏一点 没关系 No 听清楚 怎么样的人 带出怎么样的工作 请说 一个污秽败坏的人 他不会带出圣洁的工作 请问神的工作是什么 是圣洁 我服侍主四十五年 我不求名 不求你 我四十五年 从来没有跟人家说 你要付我飞机票 人家要付 我不反对 我去中国大陆 都是自己付 去到那边 我从来没有说 请你 请问你为我预备 哪一间旅馆 请问你带我去 哪里吃饭 我只问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达到什么的目的 人家好好接待我 我感谢主 要是去中国 跟猪醉在一起 That's OK 他们看到我 我跟猪醉在一起 都那么的快乐 他们更加的尊重我 因为我姓猪 可是有一些牧师 哇 真的跟猪醉在一起 因为太危险了 旅馆不能住 临时不能住 所以回到里面去 根本没这样住 最安全 就是猪猪的地方 勉强睡一下 为什么 因为危险 所以他们发现 哇 你是没有价值 你是那样的亲和 你现在呢 就是说 耶稣基督 他是什么 心里柔和 谦卑 感谢主 我们看到我们的梁长老 请一起看看梁长老 谦不谦卑啊 谦卑 给梁长达个鼓掌 阿妹 哇 你看 可是有些教会不需要 长老不是这样 叫我 梁长老 还有 还有这样 有些教会是这样规定的 可是我们看到梁长老 还有梁长老夫人 梁夫人在哪里 哇 你看 多千杯坐到角落那边去 不行啊 梁长老梁 你一定要坐在梁长老旁边 真的 你要坐在他旁边 对对对 你来坐在他旁边 因为你是好尊贵的嘛 哇 你是长老梁嘛 怎么可以跑到那边去 来来来 坐在他旁边 不 我一直以为 他是恩赐的妹妹 感谢主 所以 这个叫生命 我觉得 教会里面 我们不断地学习真理 最主要的目的 是来改正我们的品性 我们的生命 我发现很多人信主 三十年 那个脾气还是那么坏 没有改变过 开车 简直像流氓一样 有没有看过流氓开车法 哦 感谢主 他开得还不错 那也开得还不错 不过开快了一点 过了头 就是说 他开得很好 我告诉各位 我在台湾 我是开一部福音车 末日颇近 灾难更多 孝敬父母 信耶稣等永生 我的车全部 前后左右的鞋满 这个东西 常常我停了红绿灯 就被人比中子 我就打开窗户 哈喽 愿上帝祝福你 我太太气死了 我说 要为那 逼迫你的人 祝福 起先祝福是里面 就是 骂的用祝福的话 听得懂吗 后来不是 我真的从内心 祝福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因为圣经说 你们真的不知道 我已经把神的话 成为我的生命 圣经说 不可以咒诅 只可以祝福 你知道吗 我为他祝福 他不配那个福 全部还给我耶 所以我为什么不祝福他呢 祝福你瘦一点 瘦一点 你不瘦我瘦啊 祝福你成为博士 博士 超博士 你不配 全部给我啊 你看 你多好 你一直为人祝福 等于说全部祝福还给你 大部分对方都不配的 对不对 因为那些都是罪人 那怎么配呢 所以你不断地祝福 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祝福呢 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人 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动怒 很容易就跟人家 为什么 你看不起我 你对我不起 所以这个叫生命 我不再讲了 OK 第三点呢 我们要进去了 所以第一个是知识 请说知识 知识 第二个把知识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 好 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 三章第十节 请 但你已经服从了 我的教训 品行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就是提摩太呢 已经学会了保罗的品行 志向 内心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OK 再读提摩 前书四章 十一到十三节 这些事 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导人 不可教人 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一起跟我说 我要做信徒的榜样 年轻人 我要做信徒的榜样 请 所以你们要 别人更加的清洁 更加的有礼貌 我觉得你们都不错了 能不能我要求年轻人 做一件事 见到梁长老 要做 梁长老好 要鞠躬 我看到你们还没有鞠躬 见到黄牧师 黄牧师好 看到这个琪牧师 琪牧师好 看到我们的传道叫什么意思 美灵 美灵节好 开始学习 你知道吗 我回到教会 牧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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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训练他们 我不是要人家这样对我 不是 我来是要学习他们一种 懂得尊重长辈 你知道今天在台湾 我相信马来西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就是比较不懂得尊重长辈 就觉得 吃饭的时候 好像没有那种分别 所以我们需要 声音说要连长辈 我们要尊重他们 可以吗 时间不多了 所以要做信徒榜样 年轻人要做信徒榜样 我们再来读最后一节 就是这个题目的后书三章的这个 诶 这样地到哪里了 题目的前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请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 OK 好 应该是题目的前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 你有没有读出 不要叫人抢 刚读过了 读过了 OK 题目的后书二章十九二十 题目的后书二章十九二十 请 然而神兼顾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印记者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乎主的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义 不义 下面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精气银气 也有木气瓦气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今天在神的家里有四种器皿 金的 银的 木的 瓦的 你要做哪一种精气呢 不是在乎你有恩高 有能力 有恩资 有没有看到圣经 怎么样成为精气 脱离什么的事 卑贱的事 请说脱离卑贱的事 这样你看得懂我刚才讲什么了吗 不是说你有恩资多大 恩高多大 你是精气 不是 是你的品格多好 你多圣洁 你就成为什么气 精气 能够说阿们吗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再讲下去了 我应该要快快讲后面了 OK 最后一节圣经 在那个题目的后书 二章二十三二十四 请 就是刚才 提摩的后书二章 顺序啊 顺着下去就对 不是这个 就刚才提摩的后书二章 下一节就是了 第二十一 二十一个片 对 请读 人若自竭 脱离卑贱的事 不是在下一节 下一节 这里的下一节 对 这一节 对 唯有那于卓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种事 是起征镜的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征镜 主的仆人不可以征镜 只要怎么样 温温和和的带众人 善于教导 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慢慢成长了 你要成为教师 请说我要成为教师 我要成为教师 你现在是被教导 慢慢你就要成为什么师 教师 OK 好 再下去 读买他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OK 好了 现在你学两个了 第一个 我们来教会学习 要学什么呢 第一个学知识 学真理 来成为我们的价值观 第二个 成为我们的生命 第三 成为我们的技巧 要学怎么医病啊 学怎么赶鬼啊 学怎么样来 这个为人祷告啊 辅导啊 领思啊 那这些我们就不读了 这些不读了 那这些 第三点 预备情 技巧 就是服侍的恩赐 好 我们跳到后面去 好 跳到后面去 你看 跳到那个 好 够了 现在我今天讲的很简单 现在要来讲两个见证 怎么对付癌症 有没有 癌症有没有来 那三位有没有来 一位 还有没有 另外两位有没有 两位 三位 那我特别为你们设计 这个信息 这是我最近学会来的 我过年的时候 因为每逢过年呢 我就向我们的蔡长老 带着太太呢 全台湾走透透去玩 怎么知道今年呢 我的太太的两个姐姐啊 从香港来 所以我就太太负责 带他们去玩 我就乐得轻松 就躲在家里面 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会看电视啊 做那些无聊的事情 我就开始读书了 哇 有机会给我学习 我是一生人最快乐的事情 那我就研究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癌症 于是我就说 如果有癌症 我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我也祷告了 也为他们医病了 也为他们进食了 可是就是不好 怎么办呢 于是我就开始查圣经 圣经有没有什么药 吃了以后 什么病都也好的 我找到三种药 第一种药就是耶稣 真言说 凡得着耶稣的 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 真言第四章 有没有读过 第二个 神的话是良药 可是我今天讲的 一个最重要的药是什么 是喜乐 请说喜乐 请我们读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看到很多人呢 好 不太喜乐 不太喜乐 要喜乐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预备 请 再读一遍 预备 请 这里告诉我们 什么是最好最好最好的药 当你发现自己有癌症的时候 你喜乐得起来吗 没有一个人喜乐得起来 当你开始有病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你马上就整个人精神的掉下去 好了 现在我开始讲第一个见证 这是真实的 不是开玩笑的 经过哈佛大学证实的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求知的心 而且我不但有知识 我要把那个知识 落实在我的生命 不但成为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技巧 我要教导你们 有三个好朋友 就像黄牧师 我们的博士 还有那个子和 那么三个是好朋友 那么三个好朋友 是真的 然后这个三个好朋友 他们都连长了 其中有一位成为了 治疗癌症专家 这个人叫魏斯里 现在还在 在英国 另外两位很不幸 都得到了癌症 有一对夫妻得到了默契癌症 用尽各样的方法都治了 医生说剩下三个月的命 另外一个还好 没有那么默契 于是魏斯里呢 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说你们两位好朋友 连同你的夫人 到我这里来 我用尽我一生所学的 给你们医好 但是医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我尽量医你 于是那个另外一个 没有到默契的 他觉得有希望 他就到他那边去 大概给他治疗了一年 终于还是死了 另外两位呢 他说我才不要 因为医生说 已经没有药医了 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决定 那我讲的都是真的 不是讲故事 是真的 他说 我现在要把我的房子 把我的财产 全部卖掉 卖掉以后呢 我觉得我们两公婆啊 已经在地上那么久 就好像蔡长老说 都没有去过玩 都是拼命工作工作工作 压力压力工作工作 蔡长老说 要跟太太呢 在十年里面 游变十大 全世界十大民警 哎呀真的 蔡夫人我要做你啊 很谢主 好了 他们买了两张 环游世界的票 真的买了两张 环游世界的票 就跟他说 我把我所有财产 全部给你公司 你公司给我两张 环游世界的票 我坐飞机 要坐头等 我坐船 要坐头等 我住旅馆 要住六星级的 我吃东西 要是最好的 我要看节目 要坐最前面的 总而言之 我把所有财产的钱 买你这两张票 医生说 我只有三个月的命 我们两夫妻 都只有三个月的命 如果 我长命一点 你亏本 我短命一点 你赚钱 你要不要赌 他查过他所有记录 癌症都是会找死 不会弯死的 所以他就跟他签了 就预示给他到全世界去 于是他们两位 两夫妻 做了一个约定 完全忘记我是有癌症 因为他们平常都是 你扶持我 我扶持你 哎呀 你安慰我 我安慰我 哎呀 整天就说 你哪里痛 我哪里痛 你哪里不舒服 我哪里不舒 那现在我们要去环游世界 忘记它 我们要快快乐乐地出门 快快乐地坐飞机 快快乐地享受 我们最后的三个月 所以呢 吃东西也不再管了 以前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现在什么都吃 坐飞机坐头等 哇享受 每天有一种愉悦感 听得懂愉悦感吗 就是enjoy life 过了一年 那个公司突然间打一个电话给他 先生啊 你再吃下去 我们会亏本的 我公司要关门了 他才记得 啊 一年啊 因为快乐不知道十日过 太快乐了 于是好了 好了好了 他说好了 那我们就不再去了 不过你要把我的房子 全部还给我啊 不然我没地方住 所以把房子还给他 不然他再下去的话 他是吃光他的公司 那那个卫视里听到 一年以后 这一对夫妻 竟然没有死 就把他接到他的癌症中心 来检查 竟然发现 他里面两夫妻 什么癌细胞都全部没有了 那他就觉得很久 那这些都没有信耶稣的 他觉得通不过他的头脑 他说明明三个月前 那个癌细胞是那样子的 会三个月的命而已 怎么可能经过了一年的快乐旅游 全部都病好了 癌细胞完全一颗都没有了 他说 请他两夫妻说 能不能够你们两位 给我做一些实验 我要用各样的仪器 来了解你是怎么得医治的 他说好啊 中间发了很多的过程 我把答案讲出来 原来他用很多科学的仪器 来车出一个东西 听清楚 这个已经有医学根据了 当说当这两夫妻 很喜乐的感觉 请说喜乐感觉 你要有那个感觉 就有一种幸福感 我的丈夫好爱我啊 我孩子好好啊 我教会好好啊 我很有前途啊 我很有派望啊 我有天堂啊 耶稣很爱我 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 耶稣都会帮助我啊 都会擦干我眼泪啊 都会爱我 哎呀我真好幸福啊 这个叫幸福感 他发现 他的心脏 会分泌一种的消速 这种消速会转化成为荷尔蒙 这种的荷尔蒙 荷尔蒙 荷尔蒙 专门治疗 Cancer 哇 于是他说 是不是只有我这两个朋友 可以喜乐的时候 会在心脏产生那种的荷尔蒙 来医治癌症 于是他找了一百个 很快乐的人 每天给他看笑片 看笑话 然后给他很多的钱 给他们很快乐 然后呢 测试他们那个心脏 有没有分泌 他那个名字太大了 这医学名字我不太懂 什么T啊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东西 他发现 他们也同样分泌那个东西 于是 他用那支针 去把这种荷尔蒙 全部抽出来 打在癌症病人身上 癌症病人全部得医治 各位听得懂我讲什么吗 不过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那个喜乐 是真的喜乐 而且好喜乐 喜乐的不得了的喜乐 不是单单 你知道有癌症病人 会不会快乐 不会快乐的 癌症病人每天都活在痛苦的里面 哎呀我快死了啊 我死得去哪里啊 我现在做什么啊 我已经没得医了 所以今天三位癌症病人 我告诉你 你要靠主 常常喜乐 你开始对主说主啊 我先给你学习 等一下还有两件事情要讲 你要对主说主啊 我活着 为你而活 如果我真的死了 我回天堂 回到天堂 活到永永远远 而且我们的弟兄打鼓那个 哇 从年轻就开始打鼓服侍主 天上有一道筋骨 留给你 哇 你这样充满那种愉悦感 不是那种悲哀感 或者那种拒绝感 或者那种觉得埋怨 你这么有了癌症 为什么我这样服侍主 为什么主会不喜欢我 当你有这样的话 好了 现在讲第二个见证 于是我看完这个见证以后 我就上网路 看看这个医学 有没有根据 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人用这个医学法 后来我发现有 美国竟然有一间 叫做喜乐治疗院 就是癌症病人 我能不能严重病人 可以住在里面 不用吃药的 就天天给你看笑片 天天给你笑 就是尽量鼓励你笑 果然很多人 癌症得医治出院 还有有没有听过音乐治疗法 还有很多这些法 哎呀 于是我就开始查 于是我在纽约买了一本书 是有一个Dr.Leaf 那个Leaf就是树叶那个意思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专门研究人的身体 竟然给他发现 当我们很喜乐 很快乐的时候 基督徒啊 很喜乐很快 因为任何人都是 很喜乐很快的时候 这个不是心脏哦 在脑袋里面 会分泌三十几种荷尔蒙 其中包括了一种叫做 多安分 还有叫血清素 如果你们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呢我就不解释了 多安分和血清素 血清素是专门用来治疗那些 忧郁症的病人 忧郁症病人打这种的血清素下去呢 他就变成快乐 所以呢当一个人很快乐的时候呢 他会产生出三十几种荷尔蒙 而且三十几种荷尔蒙呢 其中有多安分 令你感觉很快乐 还有血清素 令你觉得很幸福 他说当这种快乐的时候呢 就产生这些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带来三样强壮 第一 免疫系统 请说 第二 内分泌系统 第三 神经系统 意思就是说 但一个人很快乐 一个人有愉悦感 他一定晚上睡得好 他不会睡不着 因为他神经系统很好 所以我看到梁师母 一定每天晚上睡得很好 因为他永远的笑嘻嘻的 第二个 免疫系统很好 什么叫免疫系统 不会感冒 不会生病 第三 内分泌系统 什么叫内分泌系统 荷尔蒙啊 或者是那个 有没有听过很多人 那个叫做 那个叫什么 夹壮腺啊 大脖子 有没有 那个叫做内分泌系统 不调 还有那个肠胃 所以要不要健康 所以你要保持喜乐 好了 现在讲完这个 我要结束了 他后面说了 凡是那些整天忧虑的 发脾气的 里面整天 吐 莫名其妙的 怒气的 有没有 当你有怒气的时候 就会产生三十几种 他用那个字 是非常凶的 toxic Toxic是什么字 这是那个无法解开的毒 叫做Toxic Toxic Hormones 解落你的 免疫系统 内分泌系统 还有神经系统 我问你 当你开始很生气 骂完人 你里面是很舒服 还是很不舒服 当你恨一个人 晚上睡得着吗 听得懂我讲什么吗 所以现在我怎么应用呢 我学了 我过年学了这个东西 我过去 朱师母常常 因为我家有一个儿子 可是朱师母 把我当作大儿子 我的矮子是小儿子 他跟我讲话 都是用命令的 你过来 有时候我觉得 我是鼎鼎大名的 朱之生牧师 早上起床 你起床了 还不起床 我的怒气就起来了 现在 我说 朱师母 留给你生气吧 我才不要生气 因为我一生气的话呢 我有三十几种的毒 极毒极毒的荷尔蒙 使得我老化 生老般 老人般 黑般 还有呢 这个免疫系统下胀 整天的感冒 还有呢 这个呢 内分泌失调 整个肠胃不好 还有大便不出来 还有胃痛 还有最后晚上睡不着 所以 我才不要生气 我才不要不快乐 我不快乐 留给你吧 喜乐的心就是 你看 我是不是过年到现在 才两个月 我学了这三样东西 我看了三本书 都同样讲 当你要愉悦感喜乐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这些好的荷尔蒙 我看了 是不是知识 现在我把它成为我的 生命 请说生命 什么生命 你现在永远看不到我发脾气 当我一想发脾气 我就告诉自己 三十种 脱兴 你想生癌症吗 我不要 所以你放心 朱牧师永远不会生癌症 为什么 喜乐的心 就是良药 如果你生气 打小孩 骂人 恨 嫉妒 情绪低落 男朋友 不理你 我今天不好 惨啊 当你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说什么呢 你有三十种的 脱兴 Hormone 会使到你老化 使到你 精神病 你自己做选择吗 他们说Amen 请我们站起来 一起跟我说 喜乐的心乃是什么 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头 苦干 这个是圣经的话 可是却在属世里面 是绝对真实的 我只是用这个例子 告诉你说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真理 请问神的话 是不是真理 我们说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可是我们有感觉吗 喜乐的心真的是良药吗 没有感觉 可是当我回去研究它 去找出这些的答案 为什么它是良药 能够医我什么病 我还告诉你 这个三十种好的荷尔蒙 百病都可以医 可是那个三十种毒素的病 专门糖尿病 气喘 最重要癌症 皮肤病 还有那个叫做过敏 它说明了 它研究过的 研究过的 当你发脾气啊 生气啊 好猛疹啊 开始气喘 糖尿病 皮肤病 过敏 最重要 癌症 谁想生癌症的请举手 没有 谁常常生气的举手 不要不要 生气和癌症 已经是化成等号 要不要喜乐 从哪里来喜乐 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上帝用什么油 高我们 喜乐 要高我们 胜过高我们的 同伴 阿们 阿们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 用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思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